下一位小伙子 欢迎男嘉宾张亮 29岁来自上海 房地产公司市场部经理 大家好 我叫张亮 今年29岁来自于上海 那我目前在一家房地产公司 做市场部经理 那我的爱情宣言是 爱情是一段奇妙的旅程 你愿不愿意和我一同 欣赏沿途的风景 我这个题板呢是一个火车 我今天来到这里 就是希望能够找到那个 陪我一起坐火车 欣赏风景的人 这是火车啊 这是火车头 18票 有什么才艺 今天带来的才艺是搏击操 搏击操啊 对 你穿成这样能用搏击操 对啊 你看我已经扮了这个 我怪不得这样就理解了 他吓得着很多女嘉宾 在为他的鞋感到 为什么穿皮鞋呢 现在你这么一说我们理解了 好 张亮 一个29岁的男人 我看你不知道 搏击操表演出来会什么样 我跟你说啊 你在表演之前 你的心里有点准备 我们场上有一位真正的专家 一号成渐渐 对对对 你说博弈操我特别想 你是不是也是学体育的 对 我也是学体育的 就以前也是体育出身 对 可以邀请女嘉宾和我一起吗 你不是搏击操吗 你让他 对啊 搏击操他们也可以啊 女生也可以搏击啊 那太好了 好 这么多人呢 多年王 每次理性路都可可起敬 的 霍 谢谢 太高了 太高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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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乐老师 当我们很多人正在纳闷 他穿着西装 穿着白色铝油鞋的那一瞬间 他用他的这种活力 包括女嘉宾各位的表现 感染了我们 让我们觉得 这小伙子身上 还是魅力四成 没错 之前不但姑娘这可爱 我觉得她当教练 那种一旦喊起来 One more 那种感觉太帅 一下子啊 感觉很好 谢谢你评价一下 对 因为我们都是 学的一个专业的嘛 我觉得真的是挺好的 就感觉回到了健身房里边 我因为在大学里面 不也是勤工俭学吗 去健身房里面 会带一些这种课 然后我就觉得 特别有活力 然后当看到那些 就跟你学的人 一起跟你 配的时候我就觉得 特别有成就感 特别好 支持你 支持你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看看男嘉宾 究竟喜欢的是 几号女嘉宾 好 哦 会像这样一位 来 这样 再按一下电脑 看电脑位 选出女嘉宾是谁 好 我们来看看 电脑位张浪配出的这位 女嘉宾又是谁呢 好 是电脑的选择 好了 好 接下来我们就请 每个女嘉宾说一说 对她的第一印象 男嘉宾 你好 我对运动性的男生特别有好感 所以说那脖肌套的时候 我就下来跟你一起爽了一番 我很爽 谢谢 我在前面戴的也很爽 男嘉宾你好 我想提个小意见 因为你的发际线比较高 然后特别是上镜的时候 如果把整个额头露出来 会比较显年龄大一点 你可以考虑稍微把前面遮一点 我想问你有看过那些欧美杂志吗 有啊 对啊 其实里面的男膜 你注意看 他们都是把头发往后竖的 我听到很自信 你喜欢就好 你的新颖女嘉宾喜欢就好 男嘉宾 你好 我觉得你特别像一颗轻松 就是有苍劲有力的感觉 可能跟你刚才的那个健美操表演 国际操有关系 然后我 你刚刚上来的时候 我有注意一个细节 就是你那个头发后面 是不是有夹子把它夹起来的 对 是用夹子夹起来的 你平时也这样夹着吗 平时不这样 就今天做节目 你怕它掉下来影响 对 怕前面的头发可能压得太低了 这个真是蛮新颖的 谢谢 你好 老张 我是小张 你好 小张 头丝蛮清爽的 看看接下来思路清不清爽 思路应该跟头饰一样清楚 好 那我们来看看 这位小伙子的生活工作当中 还有朋友们会怎么说他 哈喽 大家好 我叫张亮 今年29岁 来自于上海 目前在无限度广场 担任市场部经理一职 那我的日常工作呢 就是进行商场活动的 一个组织和推广 虽然我的日常工作呢 还是比较繁忙的 但是每天下班之后 我还是会进行一些运动和健身 另外呢 我特别喜欢看到女生把额头全部露出来 因为我觉得只有敢于把额头全部露出来的美女才是真正的美女 我们的张经理呢 是我们公司最有名的行男 男生对她呢 是羡慕嫉妒恨 女生对她呢 是景仰啊 仰慕啊 等等等等 然后呢 我们张经理在平时生活中呢 是非常的和蔼可亲的 她具有上海典型的好男人的特色 还就是性命温柔 祝福我们张经理今天可以牵手成功 好 接下来我们翻看男嘉宾的扑克牌 原来竟然是上海师范大学毕业 学体育专业是吗 对 体育专业 体育教育的 现在在一家房地产市场 房地产公司担任市场部的经理 年薪15万 曾经开过这个潮牌的玩具店 对 潮流玩具 潮流玩具 卖什么 卖公仔类的 一些设计的一些公仔 认为计划性很强 对 经常搞一些独自的旅游 这个基本上游遍了中国 除了这些大西北之外 是 而且我特别喜欢一个人出去旅游 一个人出去 对 我喜欢一个人 您不觉得没劲吗 不会啊 我觉得和朋友一起出去旅游的话 我想说的是和朋友一起的 开心和快乐 那我如果一个人出去旅游的话 我就是纯粹享受那个旅游的快乐 你有很多男人 想这个一个人出去旅游 你知道为什么 是为了 对 我就想说 你是不是因为就想一个人出去 在旅游当中发生一些 什么浪漫之日之类的 其实我还真没人 真没有 真没有 这个真没有 你好 我很欣赏你一个人去旅游的这种感觉 因为我也很喜欢一个人去旅游 我自己一个人去了欧洲 你们俩都一个人去 中美洲还有加勒比安 我都一个人去的 然后我想问你一下 你感不感兴趣 就是我很喜欢野外露营 就是说 你走一天都不要碰到一个人 然后我晚上的时候要升级篝火 这样防止狼啊 熊来 要把食物掉到很高的地方 防止他们来吃 然后我还自己露营搭帐篷 然后就是这种很冒险 很有野外的感觉的 这种一个人的感觉 你有没有感兴趣 应该说我非常感兴趣 特别向往吧 对 我也向往 因为我从小一直就向往 可能有一天有机会的话 我一觉醒来 可能就在一个孤岛上 对 然后身边没有任何人的 需要我一个人去想办法 去生存下来 对 野外露 我觉得如果说这样的话 你真的西北真该去 应该去 对吧 洛老师 你知道西北真该去 来 正平你好 你计划性那么强 那么你在感情当中 会不会特别强势呢 这个不会 其实虽然我计划性比较强 但是有时候 我还是一个比较被动的人 我只是习惯于知道 我要知道 我今天一天的安排是什么 并不是说 我今天一定要安排你去做什么 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我觉得 好的 好 如果想翻开后两张不可牌 请继续为张亮投票 来 三 二 一 好 我们继续翻开后两张不可牌 小伙伴俩今天二十九度 谈过七次的 可以啊 对 这个圣诞节的烛光晚餐中分手 吃这么一顿美好的饭 你们竟然就谈分手了 这个是我应该这样说吧 因为其实在去年圣诞夜之前 其实我们还没有什么 只是平时有一些小吵架 那圣诞节那天是一个 圣诞夜是一个非常浪漫的日子 那我也做了一点安排 那我先是一顿逐旺餐 那晚餐之后呢 其实我还瞒着他 订好了演唱会的票子 他当时不知道 那没想到在圣诞节的晚餐的时候 他已经跟我说了分手 那你们又知道我前面说的 我是一个计划性极强的人 那所以我没有办法 虽然他跟我说分手了 但我还是没有办法 我还是只能和他一起去看演唱会 这过得多难受啊 对啊 我眼泪其实一直流到我送他回家 然后还一直流到我自己回家 那男嘉宾 感觉上一段经历还挺凄惨的 而且时间到距离现在 也不是很长时间 你恢复过来了吗 就已经放下了吗 其实我觉得我今天 能够站在这个舞台的话 肯定是已经放下了 而且不是刚刚放下 应该已经是放下一段时间了 男嘉宾经年纪 就是说已经到了一个 该结婚的年龄段了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 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 40岁之前都可以 40岁之前都可以 什么 就是说谈一个时间 合适就结 不合适 还是想继续再谈一个 对 那是当然的 还真能沉得住气 很多男生都觉得到快30了 家人催了 还要孩子 你40岁等你结了婚以后要孩子 对 那你是不是十年 还没劲儿了 就等你60岁的时候 你去幼儿园接孩子放学 你不着急啊 真是 40岁是我的底线 对 并不是说 还想独自出去一个人玩十年 如果有机会当然想 好 好 刚才还挺多人留着牌的 不知道这一轮过后 还有没有人继续喜欢她呢 来 女嘉宾 三 二 一 还真不错 来 那接下来的时间 是你了解女嘉宾的时候 想了解几号 可以用过提问的方式 五号和一号 那我提问的问题就是 如果结婚的话 婚礼上不用摄像和摄影 你会愿意吗 我肯定不愿意 我说的是你结婚啊 当然了 就是别人结婚我肯定不在乎 那我结婚他必须在乎 对 对 对 这方面很关键的 毕竟结婚一次 太珍贵的机会了 那连个摄影都没有的话 我接受不了 对 太遗憾 我觉得 我不接受 因为我觉得女人 在穿婚纱的时候 是最美的那一刻 所以我觉得应该被记录下 所以接下来 我们就想问你了 为什么提出这个要求 对 这个太奇怪了 因为怎么说呢 你看 其实我们大家 都是有眼睛的 其实眼睛就是我们 记录美好事物的一个窗口 我们都是通过眼睛 去把那些美好的回忆 美好的事物 记录在脑海之中的 而现在呢 我们大家都已经忘了 眼睛的存在 一定要用照相机 一定要用摄像机 来帮助我们 记这些东西 那这个录下来 可以给你的下一代看呀 那下一代也有 他们自己美好的回忆呀 或是有些朋友啊 或同学啊 他可能是出于 自己事物太忙了 就是赶不过去 你的婚礼现场 那他怎么看呢 因为我觉得错过 也是一种遗憾美啊 孙老师 他会 我大概理解 张亮的意思就是 更让大家在意 他此时此刻的一切记忆 你看我们有很多去旅游 旅游到哪儿 他看了个人都忘了 就记得大伙去拍照了 啪啪拍照 我在以后 哎呀说这个你看 我在这个陆浮宫前拍过照片 我常常面前拍过照片 常常什么样 哎呀 还真忘了 就这张照片 所以呢 现在有的是 这个婚礼呢 就为了拍照片 其实把这个新娘 累得半死 从上午开始 就是负责拍照片去了 累到这晚上已经开始 结婚的时候都昏昏欲睡 所以呢 我倒觉得 他这个建议不是不好 但是呢 你也有得走极端了 就是其实任何记忆 都需要有个载体 对 这个载体可能不一定是录像 可能不一定是照片 也有可能是文字 陆浩老师给你的建议挺好 就是我们可以折中一下 我们不专门为拍照而拍照 但是有人愿意为他 记录一下影像 我们也应该把它作为 自己珍贵的记忆 对 先 好 来 这样一个要求提完之后 我不知道各位女嘉宾 心里面会怎么想 你可以来对女孩子 所基本要求的了 如果说她们觉得 吻合会流派 如果她们吻合会翻牌 先提提一下 那不同意我一个人 出去旅游的请翻牌 来 陈哥有是不是 她一个重要的女孩 公司应该有 很多女孩子 对这一点都会吃不同餐 第二个是 不相信我会变白地请翻牌 人家爱你就爱你 跟你白还是非 没任何关系 其他的就没有 有人翻呢 好吧 特别遗憾 全都没了 但是你还有机会 你在我手机上 留下的这个号码 愿不愿意去挑战一下 对 我还是要坚持 选择我原来的那个人 好 选择 五号 试晓 其实在刚才的交流里面 我们两个交流的并不多 但是我其实有一直在偷瞄你 因为我觉得你是女嘉宾里面 为数多喜欢把额头录出来的女生 而我特别喜欢这一点 同时呢 你的外表又是比较可爱的 所以说我今天希望可以牵起你的手 我想你先不要答应我 因为我今天准备了一件礼物给你 不知道你愿意接受吗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小熊 就是我之前做的潮流玩具 它是粉色的 我觉得这个颜色非常搭配你 而且你有看到小熊的手上 拿着一串手链 那我希望用这个小熊 和这串手链 能够把你绑在我的身边 你愿不愿意接受它 首先我觉得男嘉宾很用心 然后你很懂得怎么讨好女生 然后我想说我来这里 时间也不是很长 也许你只是看到表面的我 然后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先从朋友认识 然后你慢慢地了解我 因为我觉得这么短的时间内 你要真的怎么说喜欢我的话 肯定说不上什么的 你刚才说你结婚的时候 不会考虑到用摄像机 我觉得这一点我会比较忌讳 就是想拒绝 行啊 像你刚才说的 可以先从做朋友开始 那你可以收下我这个礼物吗 可以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来 谢谢 谢谢 欢迎下一位小伙子